嗨,大家好,我是三猫 上次我们切了一个萝卜丝 但是有很多网友评论说 太难了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让新手也能学会 并且切好 我还真有 方法只需要用到两个牙签 我们取一节萝卜 把牙签放在萝卜的两边 刚好他们的宽度差不多 然后把我们的刀先压上去 压进去一点 这样一个刮皮刀的效果就出来了 当然我们需要选择一个平整的桌面 这样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切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把我们的萝卜用左手按着 右手就可以来切了 这就已经见到了 看 我们只需要滚这个萝卜就可以了 我们只需要滚这个萝卜就可以了 当然因为我们萝卜它没有削皮 它不是够平整 所以我们这一块先不要 其实看厚的薄度都是很均匀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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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看一下这个切完过后的效果 厚薄全都是一致的 非常的均匀 接下来就可以切片了 我们来看一下完成效果 其实跟我们手切的是一样的 这个要速度更快一些 并且切的要更标准一些 所以新手朋友也是可以轻松掌握的 看 拿上这个头子 借振奇迹 看看 超简单 大小一致 跟面条无异 好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会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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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